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一支是一个观众之前问过的 然后也想看一下的 但是这一支是一个那个末将的一个短缸 好像是叫是不是 迷你迷你80还是80迷你 末将的一个笔,然后短缸笔吧 然后这一个正常的一个纸盒 我非常喜欢的这样子一个小小的一个包装 那一放那就搞定了 那反而也不占空间这样子 这条线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了 这么去做 好,提前拆过了 然后就是说为了方便我去分笔 因为很多时候你十字笔放在那的话 如果不是说像特别经典的笔 其实我认不出来因为太多了 然后我通常会做一个这样子一个标识 然后去分 然后所以说前期的拍视频那个准备工作 有时候真的觉得啊 好累啊 真的是 然后再来一个洗笔那就更累了 哦 这个笔是一个塑胶片呢 如果送纸会比较好一点了 那个有不要拆开拿去回收了 这样子的话搞得 好,那这个的话哦 这个就是看一下是不是同样一个问题啊 好,果然是这个不就是之前那支什么阿里头那个短杆的一个啊 就是给不就是那支笔吗 这么这么讲的话 那等会拿来对比一下吧 那这个这个笔的话 嗯,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大小吧 嗯,这个,然后一四六 然后这一次的话我觉得我哪一支还是一样的 那个我那支短杆来进行一个对比吧 ok 好,那个笔的话看一下什么间了 哦,这种半明间的是吧 呃,我顺便拿一下阿里头那支来对比吧 那过来了哦,拆我就不想拆了 对阿里头那支OEM的一个笔 照这么看应该是同一支的 那估计同样问题 应该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了 那感觉应该对上面还是这个小尖尖 然后这边这边也是 那应该是没什么对比的必要了 应该同一支了 好,那个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尺寸吧 呃,如果是跟之前那支一样的话 那基本上可以 呃,忽略不计的很多东西 嗯,首先这样子笔尖的话 我觉得这一两支这样这个收起 我就留一支146把800我就拿起来 拿回去海运的那支那个笔尖 来进行一个对比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还有146的这个 应该是叫32吗 因为有时候那个国产间我不太会分呢 然后笔尖的话就跟海运这个就对比的话 就是很mini了 然后这支一体尖的话就是对 啊,能看到吗?就是小很多 好,那然后再下来 我等会再进行一个 跟这支百乐Embra U的一个对比啊 这些笔先放,呃,呃,放一下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尺寸线啊 尺寸的话这个 对,也是有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了 ok ok 啊,115.62 然后再下来 这个它是对 还是同样一个问题 它到叉的时候没有那个卡口 然后应该时间久了 这里会有毛痕 它应该是直接啊,对 这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啊 它是有一个金属片的 我尽量给你们 对,这里看到一个小金,对 看到了吗?这个小金属片 就是用这个小金属片 然后我感觉到我在卡这个金属片 就是在盯着它 好,那个笔的长度也是没有问题的 140左右的一个长度 那拿起来也是ok的 那像这种短杆的话 其实个人觉得手感上来讲 我还是挺喜欢的这个 好,那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 重量啊 其实它这个有没有把帽都一样了 那我就直接放上去吧 ok 17.7克 那重量上来讲还是也是差不多 那就 不 呃,不重也不会太那个 就太太轻这样子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毅力了 但毅力的话 我就大概给你们看一下吧 因为这个 呃,怎么讲呢 对,还是一样 还是有点 对,还是这个长条状的一个毅力 就就有点长方形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然后前面一个小圆头打磨 然后这里也是 这里 啊,这里也是 那反正就是跟上次的那个 阿里头那个笔电的那家是 因为那肯定是一样了 那书写效果来讲也是差不多 那 再下来的话 基本上如果我觉得是可以看价格 然后再来考虑了 这个就是 就看你会不会为这个这个品牌而买单了 那这支笔的话 但没想到OEM的会直接拿出来这么买 这个真心没有想到的 因为这个的话 嗯 那个对 那可能是说 阿里头那支的话 品控可能会差 哦,也不对 也看这个鞋边什么的 对,基本一样 那笔件上来讲的话 那可能是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差别了 有可能是那些就是做剩的 然后再来卖这样子 然后这个笔的话 首先还是同一个问题 就是你卡 然后你会发现 第一个很比较紧 还是也是紧 然后第二个是没有那个 还是要拿这支的对比 虽然说不在一个等级上 你看这个 这个你拿 那这样子 你看正常很多了 然后这个粗细上的话 MRIU的这个也是比较怎么讲 一体过就是很有短竿的一个风格 然后整个一放 整个流线型整个比较的设计 还是很玩爆的 这个真的是 好 那个放在一边吧 然后再看呢 他倒是他这个笔尖的话 还是一样就是这种叫做半明尖嘛 那半明尖的话 嗯 见能见之吧 我不知道他跟就是海运的那种 就是贴上去的差别在哪 因为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差不多 只要他的一个材料一样的话 给我感觉一个书写的一个感觉 差不多就应该是很接近的 除非是说这个笔尖它特别软 但这个是钢尖 钢尖的话还是有点硬度的 它不像金尖的那么的软 当然除非呃 有些金尖也是非常硬的 像欧比的金尖是很硬的 但邪恶的那个金尖是特别特别软的 那这个的话就笔尖的话 我觉得钢尖的话应该就硬也是偏硬的 那所以就跟那个百乐的那个什么 呃 艾蓝 艾蓝 艾蓝的那支就9595s吧 应该鞋感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那一支会好一点 然后就如果即使他这支用那样子 就95的那个风格都贴上去 我觉得应该鞋感也是差不多 然后再下来看一下这个吸墨器吧 啊 一这一模一样啊 这好好罪人的这个 这个这个吸墨器 以mooman这个品牌来讲真的有点是 说实话真的是有点失望 这个第一个有点黄了 这个水了感觉是把一些长旧的一个配件 然后强制给他装在一起的那个那样子一个感觉 就好像看这里就是一个 的笔握然后到这里黑色 那这两个键如果能一起那会好很多 然后就这个感觉就是里面黑色那个键 然后故意再给他套个壳 再换个壳 然后再重新出的一款笔 那惊喜度说实话不是特别够 笔甲上来讲的话 mooman的笔 我说实话就末将的笔好久我也没有买了 然后就他的笔甲风格有没有固定 所以说实话我真的不太确定 然后笔头笔尾的这个的话 我觉得设计感来讲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就是虽然说价格上面也性价比也非常高了 那也不能讲太多 这个也也正常 然后再下来其他的应该看一下啊 笔尖什么的对都人讲的真的不多 这支笔 我个人觉得的话两支 你选择就按一头那支和这支选择哪一支的都没有什么差别 其实 然后从就基本上就多一个logo 然后其他的这个倒叉吧 说实话这个个人真的不太不太喜欢 还是喜欢说像刚刚MVU那种一下去然后就刚好有个卡榫 书写上面来讲的话反正就是中规中矩嘛 那怎么讲呢 不会有很大的惊喜感 因为短杆的它本身短杆嘛 短杆就是有一个自己就短杆的特色本身就是在笔申的设计嘛 那主要看的就是它这个品牌有没有赋予它一些就是新的一个元素 像MVU这一支的话它赋予它一个一体肩然后整个的一体设计 然后上面的一个蓝宝石来点缀一下 然后整个的一个比你看就非常的流线型很有汽车的一个线条那种感觉 然后再加上整个一体肩的时候还是用整个的不锈钢的这样子制造 然后在这个拉丝然后跟这个亮面它又有一定的对比 然后比较上面来讲的话你看这个这个曲线等等的非常花心思 那相对对比下来的话这一支的话就可能看完这一支了那这一支就觉得可能它是有惊喜的 但是呃我有另外一支就变成说啊这个惊喜对我来说不是很够 那那当然也是我个人一些要求比较高了 好差不多这样子我先上个墨吧我觉得其他的应该能讲的也不多了这一支的话 然后这个的对然后还是一样就这种捏式的嗯没有Careco的那个捏的手感好 Careco的那个而且这个有点捏捏的这个比好像真的不太能吸的上 不太你看现在我一直捏也其实看这里是有墨的但是没太能吸的上来 好那这个我们来那可能唯一的特色就是我可以啊也不行 我以为这样卡死了然后可以这样领那个笔帽这样子去领还是不行那就算了吧这个我们OK 这个盖一下这个盖一下 好那个打一下本子 哦不对不是这本拿错了 哦OK 好那呀刚刚做完这一支白金然后现在再来做这一支吧 然后就是 呃还是一样就写感上面来讲也是跟上次没什么差别 那反而很接近这个原子笔 呃 mini 80 OK 然后再下来 呃写感上来讲还是 嗯小奇怪还是有点小奇怪就是 有点像那个弹笔那种就说不出那种 呃色感嘛他又没到原子笔那样子那么滑 啊然后再下来就是嗯呃呃刚笔的那个特色感觉又不能完全的呈现出来 那笔的话写起来是挺顺的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中性笔或原子笔那种鞋感了这一点我是挺喜欢的 但呃其他的话就觉得嗯没有很大的一个亮点在那边 然后这个对弹性你看就 就用力和没用力其实也差不多 粗细上倒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粗细我这个应该也是不是EF就是F间了那肯定是最细的那个了 呃粗细上是没有什么控模反正是挺准的 那其他的话就觉得 嗯没有没有很大特色了那喜欢短短的我觉得就是以这个价位来讲的话搞一支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如果说 嗯呃你呃如果有别的选择的话 怎么讲呢除非你真的喜欢短杆那我觉得可可能可以选择一下那如果是说你对短杆的没有太大的一个爱好的或者不会没有被烧到的那我觉得呃就不太需要考虑了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有什么问题那个下面给我留言下那也可以就说加我微信我把你拿到微信群那什么讲我有什么讲路的麻烦把我补充一下我们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